本报是,记者张昆龙,今晚,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将会闲赛一场,主场作战的北京中和国安队将迎来大联谊防队的挑战,尽管对手的排名仍不理想, 但最近两轮比赛接连战胜上海上岗和广州复利的结果让全队上下不敢大意,随着巴伦的回归,国安将在U23球员的使用上是用心的规则,但主帅施密特表示,这并不会对球队的整体备战产生影响。 中超专题施密特将率国安队阵一帮上周短暂的一周一赛之后,国安在本周又将迎来残酷的一周双下的考验, 而今晚的对手大连一帮队尽管看起来实力和国安有差距,但他们在最近两场比赛中取得连胜,让人不敢想去这支东北球队。 对于这个对手,施密特表示全队上下也做了积极的准备,他说,紧密的赛程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进行战术的演练,过去几天基本都是以身体的恢复为主,同时也做好了对于对手的研究。 大连队在赛季之初的表现确实不好,但最近他们已经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接连的胜利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要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 做好整体的帮手,比赛肯定会很艰苦,但全队的状态都不错,我们的目标就是力争拿下这场比赛, 施密特之所以对这场争夺显得信心满满,除了对手的实力确实有限, 而且队中主力前锋木谢奎、秦升、朱小刚都遭遇停赛之外, 球队赢回此前,入选家运会集训名单的八顿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根据足协的相关规定,八顿回归球队后,国安若要在未来几轮比赛中派上30万人, 那么至少将派上两人次的U23球员, 这种政策的改变,到底,会不会对国安的排兵不准造成影响呢? 施密特对此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 对于球队来说,八顿能回来是件好事,让我们在U23球员上多了一个选择, 虽然从这场比赛开始我们需要派上至少两名U23球员, 但过去的比赛我们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这不会对总体的战术和人员安排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国安若还在赛前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上周五联赛中受伤中途离场的年轻们将郭全伯已经确认, 将会出现在今晚的比赛中, 四天前遭遇的那次冲撞一度让郭全伯甚至有些恍惚, 甚至出现了短暂失明的情况, 但经过全面的检查和休息之后, 本周六他就已经随着开始进行恢复失恋了, 而主帅施密克也在赛前发布会上镜头确认, 这位U23门将伤无大二, 回归首发阵容不成问题。 BM的脸则争鸣,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